巴西进口蛋重新洗选并且延长保存期限来分售 导致消费者担心买到过期的进口蛋 家长更害怕会流入校园 台中市长卢秀燕在议会的时候就表示 这些蛋是农业部核准进口的 只有农业部知道蛋的流向 因此曾经向中央要求提供资料 但是却被回应不方便给 目前已经正式发文要求农业部赶快解密 对这些巴西蛋的流向 我们市政府有没有掌控对面营养午餐 我们的血糖的蛋有没有混到巴西蛋 台中市政府立刻启动专案机查 那据我了解昨天已经查了37家 这几天都会在查 被议员质询巴西进口蛋有没有流入校园 台中市长卢秀燕强调不用担心 因为台中市政府的营养午餐 都要求要是国产的 所以不可以使用外国蛋 进口蛋流向只有农业部知情 因为卢秀燕曾经跟中央要资料 却被一句不方便给打发 我在这边郑重地呼吁农委会 请提供进口巴西蛋 到底它的分配跟去向 跟它的通路商在哪里给各县市政府 我不晓得中央为什么拒给 为什么这么保密 中央拒给卢秀燕不满 郑市发文要求农业部解密 市府同时也透过卫福部拿到部分资料 台中市有家进口商 它的仓储是在北部 所以我们今天会拜托台北市政府 帮我们做检查 县市合作加强机查 除了巴西以外 还有从荷兰土耳其等七国进口 其中土耳其鸡蛋曾被查出 动物用药被拦检 市府不敢大意 也一并要求农业部给出鸡蛋流向 相关资料记者综合报导